卫福部统计处从2020年国人死因统计结果得知 事故伤害死亡人数较10年前升高1.5% 事故伤害死亡人数6767人 是一项公共卫生议题 而民众大多知道喝酒不开车 却很少注意用药对开车的影响 北市卫生局与联合医院就特别执行 交通安全用药分级宣导计划 呼吁大众关注议题 根据110年的十大指引 事故安全就是占地七位 其中因为运出事故死亡的人数 就占了将近一半 可见交往安全非常重要 我们过去都知道酒精喝酒 可能会影响到交往安全 所以我们一直在宣导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这个大家都可以老老上口了 但是忽略了说你用药 你即使一般的用药的话 你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道路的安全 那我们联合院 事实上很早就在这个社区 做这个交往安全的宣导 包括我们去张理事长这边 我们跟台北市医药市工会 我们常常在做这个用药安全的教育 那所以呢也针对了我们一般的民众 让民众知道说你就是一般的用药 疾病上的用药 你可能也会影响到交往安全 因为我们过去的民众 观念认为说可能是用毒 毒品的部分才会让他精神恍惚才会 那另外就是我们社区药局 这个很重要 社区药局我们知道说 在自治疫情帮忙非常地多 跟我们是觉得是非常地接近的 是在守护我们的安全的 那社区药局他要知道说这个用药安全 这个分析 那跟民众讲说你买什么药物的话 你可能要特别注意不要去开车 那你吃什么样药物 你可能就是完全不能驾驶 这是非常危险的 那我们今天也很多的这个东西教师 接下来会到社区做宣导 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这个是药师 以前都是医师啊等等的在推广 这次是用药师主动来推广这个活动 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药物的使用 常常会造成你身体上的一些副作用 那大家都想到 刚刚副局长有讲到 是一些毒品 包括口咖咽啦 包括一些大麻等等 可能会让人家会精神恍惚 那但是呢 另外呢 实际上一般的药物 包括安眠药 比如说奶油这片啊 或是一些抗焦虑的药 或是肌肉中止剂 或是你油鼻水的时候使用的抗阻滋胺等等 都会甚至连眼药 都有可能会造成你驾驶上面的不安全 所以我们就 药剂部他们就很专心很努力了 办了两场的这个 今年办了两场的种子教师的教育 总共有60位药师来参加 那这些药师对这个课程都非常满意 90%都对这个课程非常满意 只有10%也是用满意 不是到非常满意 但是我想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那我们的药剂部也把这些药物做一个分期 那把这个分期就写在这边 就是这个三级的话就是危险的 那第二级就是应该要小心 非常小心的 那第一级的话就请小心 那零级的话就是没有风险 那能够民众能够知道 说你使用的药物上面 哪些是要非常小心的 哪些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药剂部也希望把这些 能够各自到一定系统上面去 将来在药袋上面能够做住民 让民众能够知道 你拿到的药物在开车上面 在驾驶上面 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我记得109年9月 我刚刚上任的时候 我们就去拜访卫生局 那当时呢 局长 黄思杰局长非常赞成这样一个计划 那当时是由4.1的一个药师 苏国民药师 他跟我提议 因为他当时是我的国际事务主委 那他有看到就是 我们在国际上 已经有开始在注意这件事情 那国际上的一些paper 也都开始有在做这方面的一些研究 也开始有做一些分级 那我想这个对我们台北市市民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所以呢 我当时也是跟杨淑瑜副主任跟苏国民药师 以及我们当时的在 李毕会副局长督导的石药科 陈怡婷科长之下呢 我们就开始在讨论这件事情 那当然这些事情就 大家一定没有想到 在要做这个成果发表之前 我们其实在109年就已经开始在做了 那也感谢就是我们的包军被主任呢 把这件事情接手 因为中间的事情一波三折 那当然呢 这两年也因为防疫的事情 不管是从口罩实名制 或者是后面的一些预防针的一些登记 或者是跟民众的宣导 一直到今年 当然更多的是快晒实名制的一个执行 然后呢 甚至到目前为止 我们送药到宅都还在做 然后抗病毒药物的一个 Pasloby药物的一些审核的部分 我想这个在在都是我们 药师价值呈现的地方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很高兴呢 包军被主任呢 把这个后面的议题 全部整个的流畅做出来之外呢 甚至我们已经培养出了 所有的种子讲师 那我想这些种子讲师呢 未来希望呢 我们能够更扩散 也希望卫生局继续给我们支持 让我们的这些药师呢 在这里能够深入到社区里面 然后到每一个场域 那在3月8号的时候 我跟黄山山副市长这边 我们也有谈到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长照的日照中心 它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些 应该说课程啦 安排的课程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 用安全带入进去 有哪些药物可能会影响驾驶呢 而有慢性病患者使用药物 可能影响时又该怎么办 典一也培训了60位药师 能到各场域宣导用药分级为您解惑 那在跟我们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跟法务专业人员 也跟精神科心理师 我们都来做一个非常仔细 完整的一个专业的讨论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污名化某些疾病 例如我们的失觉失调症 我们的癫痫的病人 其实他们都必须要用药物来治疗 而不是为了开车把药物引量 这样的一个概念是非常的重要 也因此在北势力联合以及卫生局的支持之下 我们台湾一定要来推行驾驶药安全的这个概念 2003年法国他FSUP在保健安全食品 人家已经推出 台湾在美加纽澳化 2006年开始分级之后 到现在我们已经快落后20年 这时候确实是我们应该要积极努力 把这样的概念导入到全台湾 因此明年也会有40场的一个种植教育 包括医疗人员民众还有法务人员 那这是我们药师应该做的一些执掌 也是我们对社会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责任 至于药品怎么分类 最后我们在台湾希望能够经由政府的力量 导入安全的分级不管是在药袋的标识 不管是在榜单外合的标识 我们都希望能够积极跟上国际的一个角度 也希望政府单位 医疗单位 还有法务单位 大力的支持 我们一起来合作 因为我平常也是会去做一些校园的卫教 或者是反毒的卫教宣导这些 那我觉得说我们对于民众 这个计划来说对他们最重要的就是 民众有一些药品 比方说像是安眠药 他们会知道说 的确我用了安眠药就不能开车 但是有一些药品 他们可能会没有注意到 比方说像是一些眼用药 或者一些肌肉放松的药品等等 他们可能会没有这个意识到说 它会影响到 可能它是晚上服用药品 但是会影响到它隔天早上开车 我觉得这是这个计划第一点好的地方 那再来还有一点就是说 比方说针对一些比较特殊的族群 它是职业驾驶 如果它职业驾驶有需要用到这些药品的话 我们总不能跟它说 那你吃药的时候就不要去工作 对不对 所以变成说我们要变相地告诉它说 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这些症状 你可能要有警觉说 可能此时此刻 你是一个不适合开车的状态 可能要赶快去路边休息等等 并且也要告诫它说 你不能想 我明天可能要跑一趟长途的车 所以我就把药通通都停了 避免我明天开车有问题 这样也不行 因为它可能本身既有的疾病 也会导致它在交通上出现一些事故等等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 对于来学习的药师们来说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知识来告诉民众 而不是只是一昧地告诉民众说 这个药师会爱困 所以你自己多注意 不要开车哦 我们就可以更加详细说明 比方就是说 刚刚有一次提过的 我们现在药物有分级了 可能你现在服用的药物是哪一个等级 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或者是说 如果你有没有跟医生讲过说 你可能比如说你的工作就是职业驾驶 那你这个药品 要不要再跟医生做一个商量 看来说是改变服药的时间 还是我们可能换一个不同的机型等等 那我觉得这样诸多来说 不论是对于民众 还是对于药师来说 这都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件事 借着全国交通安全约 期盼能推广至全国驾驶用药安全的势能 培养五大能力 减少事故伤亡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